我是张上友 我是2001年开始接触Dotnet 我的第一个项目呢 使用Dotnet SP-Dotnet 开发一个企业内部的应用系统 200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国内 在国外的一个Linux论坛 上接触了 一个Linux中命的GN1 Linux的这个项目 在这论坛上呢 就看到了那个Mono项目的老大 也就是GN1项目的老大 他为了给GN1的Linux中命开发 找一个开发的解决法 所以他看上了Dotnet 因为Dotnet是ECMA334-335的标准化的一个平台 所以他当年就是开始筹划 GN1G-Dotnet GN1-335的标准 这样的一个开课上的Mono 因此我受它的影响 就开始了解Dotnet Wonwalk 那头 2010我毕业后 就开始使用SV-Dotnet 像 在200 2020年的时候 Donut 正式发布了1.0版本 这也正是 Donut 的 我开始使用 Donut 到现在也有20年时间 那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新一代的 Donut 因为新一代的 Donut 它是一个全面的平台 我最喜欢它的这些云生的功能 就是容器的完美支持 包括 Donut 6 在容器里面的完美支持 它的启动速度非常快 而且占用资源非常低 那么还有很期待的 Moe 对于移动开发的支持 在今年的春季就会正式发布 那么还有像 Emerald Donut 的机器学习 等等这些功能 我都非常喜欢 那我这里非常希望 Donut 在中国能够得到更多企业的材料 这里预祝 Donut 20 周年生日快乐 祝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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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 盛 siete 六红